我们这支影片来展示如何在Windows的命令提示资源里面 把Git的分支名称给加入到提示资源里面 也就是Prompt要把分支名称给加在这个符号里面 要达成这样子的功能我们基本上有两个任务要完成 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取得Git它目前分支的名称 这个取得名称的方法可以用Git命令来取得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介绍三种方法来取得Git目前的分支 然后接着第二个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说如何在Windows的命令提示资源里面去取得Git命令它的输出 因为我们刚刚第一个这个取得Git目前分支名称 它会输出在一个字串里面 那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字串能够取到我们的P字档里面来做呈现呢 那这个就是比较困难的一点 在DOS里面要做比较困难啦 那当然在Linux这一些脚本里面就比较简单了 那接着我们来说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取得Git的分支名称 我们先看一下展示好了 好请大家看这个就是实际上 像我们成功的执行了这个P字档以后它会呈现的样子 也就是像这个红色红底的这个Future 就是我们目前这个Git本地端的储存库 它的目前的分支 我们可以用Git Branch这个指令来看一下 目前我这个目录里面它到底本地的储存库有几个分支 像我们这边有两个分支 那么假设我把它给切换到Master 另外一个分支的时候 理论上我们应该是这个分支要马上就切换了 那目前我们是没有马上做到一个切换的动作 我们是把这个切换 显示这个提示资源放在另外一个命令里面 我们叫做GS 就是Git Status里面 我们在这个里面会去再做一个切换 接着我们就是来看说我们在Git里面 要怎么取得这个分支的名称 我们有下面几个方法 好 第一个就是用这个REVPath这个指令 去取得最后一个分支 那这个REVPath基本上应该是来取得 目前这个分支它的那个 那个shard的ID 也就是它hash的那个ID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这个指令 去取得分支的名称 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 你看它就取到了Master这个分支了 那这个方法 也可以用 但是 因为这个REVPath可能比较少用 所以可能会不是很理解它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 这个符号参考这个指令 去取的head这个参考 它的 目前的这个分支的名称 你可以看到我们如果说加上 Symbadic-ref 它后面带这个参数head 这个参考的话 它会显示出它目前参考的 这个分支的全名出来 那我们要显示 我们只需要这个分支名字 不需要全称 我们就加上shard 好 它就会取出Master这个分支 那第三个方法 当然就是用这个get branch 那这个刚刚有展示过了 然后它的输出会有两行 那我们就去解析这两行 然后取得星号开头的这一列 再把这个Master取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三个方法 当然是 第一个或第二个方法 会比较理想 第三个 因为第三个 会需要一个回圈来处理 好 那 这个就是get取得的一个方法 接着我们再来说明 在Windows里面 的这个命令提示资源 如何去取得一个命令的输出 因为我们git上面 假设我们用第二种方法 它会输出一个developer 这样的自传 那我们怎么去取得它 并且把它给加入到我们的提示资源里面呢 据我所知 在Windows里面 并没有直接可以取得一个命令输出的一个方法 它只能去取得 比如说我们把它输出到某个档案 它只能把这个输出的内容写到某个档案里面去 那我们如果说再去读那个档案 这样子再来做呈现的话 有点麻烦了 那我 就我所知 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法 就是使用for这个命令 来做取得这个命令的输出 那这个for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后面的这个展示以后 再回头来 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for 应该要怎么去操作它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像这个样子 我们目前这个资料夹 它的命令提示资源 就是一个路径再加一个大于这个符号 那我们要把目前 像我们这个目前 它是一个git的一个储存库 本地储存库 我们如果用git branch 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两个分支 那目前信号开头的 就是我们目前当前的分支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master 这个字 显示在我们这个大于左边的这个字串里面 那我这边有写了一个P字档 叫做gs 就是执行git status 显示git状态的一个指令 它会直接帮我们把这个prompter 给改掉 把这个master这个分支 加到我们的这个提示资源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令 我们是怎么去达成的 我们写了一个gs.bat 一个p字档 那在这边就是使用for for的这个命令来达成的 那for这个命令 它可以用在这个in里面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名字是i 那在for的回圈里面 它要再多加一个百分号 等于说我们如果要正常去操作for loop的这个 计数器的这个变数的话 要用两个百分号 然后它在这个in里面就是放一个参数的集合 那在这边如果是单引号的话 表示它是要执行这个单引号里面的这个指令 并且把那个输出给储存到这个计数器的这个变数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个单引号这个指令执行完了以后 它就会把它的输出 也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master 会存到这个i的这个变数里面 那我们再把这个变数 给设定到一个环境变数 叫做git branch里面 那我们后面再根据这个git branch 它到底有没有取到值 如果有取到值的话 就直接执行git的status 把git储存库的状态给显示出来 同时在这边再去变更 我们的prompt 命令提示资源里面的要变更 提示资源的指令就是prompt 那$p呢就是路径 路径名称 然后空一格以后 在这边我们会用百分号 git branch 去把上面取得的这个路径给显示出来 那前面这个$c$e 这个是 $c呢 是左括号 那$f呢 是右括号 然后后面这个$e是 escape的意思就是按下escape 那escape后面这个 这一组字串 escape带头的它是设定颜色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把它设定成是蓝底黄字 然后最后面再用escape 左边的中挂号0m把它还原 那这个是escape sequence的一个显示颜色的一个方法 好 然后所以我们整个程式就是这样子 那真正在执行的其实这个for回圈 然后透过这个for回圈 就可以取得我们git的分支的名字 然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提示资源里面 把这个分支给显示出来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for的用法 那for的这些说明 其实你可以用help 也就是在mini提示资源里面 我们打一个for 然后helpfor就可以了 它就会显示出这整个整个的说明的内容 然后它其实真正的语法就是这个样子 for然后某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记得要再多加一个百分号 然后in某个括号起来的集合 然后执行什么动作 那这边执行动作这边这个度要记得加 那它有好几种参数 有几个不同的选项可以执行 比如说目录操作的 或是目录扫描的 或是用回圈技术的这个1234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或者是我们目前使用的这个写线f 这个档案操作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目前使用的是这个第二种方法 我们把我们执行的指定在这边 它会 这个单引号这个方法 我们是使用这个才对 我们这里面要放一个命令 然后它会把这个结果的输出到这个变数里面来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写法来执行的 好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范例 我在这边写了一个Ford的一个测试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ord做的哪些事情 好 那假设说我们用这个引12345 它就会帮我们做5次回圈 然后会分别把12345 因为我们这个度后面是用Echo 然后就会帮我们做这个输出出来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Ford回圈的写法 那后面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技术Counter的方法来写 那它这个印就不必写 这个12345这样子 它就只要写起始值 跟每次加多少 跟结尾值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个写法呢 就是会用1.1.5 就会出12345这样子的写法出来 那这边同时另外展示一个多行叙述 怎么来写 那多行叙述其实就是在度的后面用刮号 左刮号跟大刮号刮起来就是个多行的叙述 那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个 度的多列的这个叙述里面 你的Local本地端的变数要取得的话 你不能用百分号去取它 它有特别的一个语法就是要用金单号 金单号金单号把这个变数刮起来 才能够取得它真正这个 这个执行度的这个叙述里面的这个变数的内容 才有办法正常的取出来 而且呢 我们要把这个 delayed的这个expansion 就是持延它的扩展的这个功能给设定起来 它才有办法这样子来做执行 那这个是要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接着是目录扫描 目录扫描就用斜线R recursive这个语法来执行 后面可以在这个斜线R后面就指定某个路径 然后印里面就是要找什么条件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内容给显示出来 那这个指目录操作是用斜线D 我们看一下这个斜线D 这个斜线D 这行没有出来 没有显示出来 因为把它变注解了 其实它真的就是这样的 斜线D里面 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users 这个appdata里面 把它所有的指目录给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斜线D的语法 然后斜线F 刚刚我们就讲过了 就是我们就是直接用 用这样子的语法 这边是使用了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的方法E 来做取得分支的这个用法 那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 怎么样子在windows里面 显示 命令提示资源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 希望对在学习Git的时候 能够会有 大家会有一些帮助 或者是 你希望透过这个FOR 来做这个批词操作的话 也会有一些帮助 那今天就简单的介绍 这个FOR跟Git的提示资源 到这个地方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